美国纽约的两大区,布鲁克林和斯坦登岛,是由一座很长很优美的双层结构的悬索桥连起来的,叫做维拉扎诺海峡大桥,横跨维拉扎诺海峡,是此地著名地标,这座以意大利探险家乔法尼达维拉扎诺来命名的大桥,修建于1964年,其最长跨距位1290米,完工之初为当时全世界最长的悬索桥, 如今仍然还是美国境内最大的悬索桥,每年的纽约市马拉松赛是以这里为起点,而且几乎所有要进入纽约港的货船货游艇,都必须经过这座桥,所以,这座桥对纽约人来说很重要的,它也是纽约的著名地标之一,地标代表着这个城市的颜值,对这个城市的人民来说很重要,对游客自拍的效果来说更重要。 所以,2013年的时候,不择管理这个桥的纽约大都会交通局,MTA就决定好好翻修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桥,预算当然不能少,当时MTA给出的预算是2.35亿美元,然后开始竞标,结果最后经过重重选拔,MTA做出了决定, 这项工程最终交给一家美国加州的企业。但是,纽约人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却激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发现,翻新工程最重要的部分,是将原或凝土结构上层小面换成钢板,大约需要花费3400万美元。 而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外包,给了一家中国的企业,将由安山钢铁集团公司生产15000吨钢板运。 这下美国人扎毛了,要知道美国的钢铁产能早已过剩,在过去30多年间,联邦商业部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钢铁制品,前后进行过几十次反倾销调查,多次向中国钢铁征收反倾销关税。 而美国钢铁业人士也纷纷表达,我自己的爱国之情,和与美国钢铁事业共存亡的决心,美国桥改造为什么会使用中国的桥梁钢板? 其实在此之前,安钢已经为靠近北极圈的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塔纳纳西河桥工程供货,供货钢种为免涂装应用的高性能耐后桥梁钢,桥梁建成后,美方自行在多个部位切取了一百多组,是样在美国国内权威检测单位进行力学性能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这个检验结果是令美方完全没有想到的,惊喜之余也令他们对安钢桥梁钢板产品的优异质量深感信服。 负责这个项目的MTA也不堪压力发表声明,这座桥的修缮所需要使用的特制钢铁在美国找不出一家企业有这样的经验和产量,在竞标企业中唯一一家声称可以生产这种钢的企业,事实上也达不到要求。 更要命的是,他们的价格竟然是中国企业的两倍,于是,随着大桥竣工,从这一天开始,全美国最长的悬索桥,刻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